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进行第六章汽车的平顺性 第十四个知识点 主动与半主动悬架的讲解 所谓的主动与半主动悬架 主要是针对被动悬架来说的 我们一般的悬架都是被动悬架 被动悬架也就是弹簧刚度K 和减震器阻尼系数C 在设计的时候一旦被选定以后 在使用过程中参数不改变的这样一种悬架 被动悬架的缺点当然就是说 当载荷车速路况等等 这些形式状态变化的时候 悬架不能够满足各种形式状态下 对悬架性能改善的这样一些较高的要求 你比如像我们经常说的 车身的这样一个共振频率 或者说它的固有频率 显然是跟质量有关的 你在空载的时候满载的时候 质量相差很大 这个时候它的频率也当然会变化很大 针对被动悬架来讲 那么另一种悬架就是可控悬架 就是说把传感器测量的系统状态的这些参数 然后输入一个叫做电控单元的这样一个处理系统 然后当电控单元通过对信号进行分析以后 然后判断给力发生器发出指令 然后产生主动的控制力 这主动控制力也很可能是改变阻尼力 也可能改变弹性力等等 或者干脆就给一个力的支撑 比如像转弯的时候 一般来讲都是外侧倾斜 这个时候假如要想抵抗它侧翻的这种能力 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外侧给一个力把它撑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小它的这种侧倾角 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不空工况对悬架特性的这种参数变化的要求 这个可控悬架的模型就像右边的图所示这样 这个当然就是代表我们的车身M2 在上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传感器可以安在上面 一般是速度的有加速度的有位移的等等 把这信号输入到ECU里面去 然后它根据你的运动状态给力的调节机构发声器 给出一个信号 然后通过它来调节你的这种运动参数 这个可控悬架的分类 大体能能分这么几种 一个叫做被动的自适应悬架 这个就是说可以根据车速制动转向等等状态 有机的切换这种刚度及阻尼的大小 它不能连续的变化 然后它反应的速度也稍稍慢一点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的有一些大客车 它停在那上客的时候 它整个车身它是下来的 它降下来让大家方便上下车 然后整车要开的时候 它通过油气悬架一下就把车身升起来 通过在升的过程中 它实际上也改变了 一个改变了高度 另一个的话也改变了刚度阻尼的这样一些系数 它一旦调好了以后 它可能根据乘客的多少 你比如说上面坐了50个人 它会调节一定的压力 你只坐了30个人 它调节成另一个压力 就这样子的话 叫做有机切换 这个它可以满足舒适平顺性 运动行驶安全性 以及保证车身姿态的一些相对来讲初级的要求 力的方向 由悬架相对位移和相对的速度 这些符号等等来决定 实际上的话 那种车子 你上面蹭了多少蹭圆 它实际上也不是数出来 它无非就是根据你这些乘客坐上去以后 它车身这种位移的变化 对吧 根据这个它来感知 你大体能载荷是多少 这个时候还进行这种调节 还有除了被动自行悬架以外 那么一种就叫做阻尼可调的 一般把它称之为半主动悬架 半主动悬架的特点的时候 就是比被动自行悬架的切换速度要快 它调节速度要快一些 另一个参数调节它也是连续的 一般来讲 它可以在10毫秒 是你更短的时间以内 可在车辆每个振动周期内平缓的切换 然后进行参数的更改 你比如现在的半主动悬架里边那种磁流变叶 它基本上就可以在毫秒级 在毫秒级就把你的参数改变了 当然对于半主动悬架的控制方式 一般有空沟地沟 这样两种控制方式 当然目前的话 根据现代控制理论 仍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更新颖的这种控制方式 当然半主动悬架的实质 实际上就是调节阻尼 因为在前面我们学的知识里边 已经知道了 阻尼经常是在共振区 它是起正的作用的 而在减震期 它这种反而起负的作用 这是不需要的 因此你就根据我在震动的 这时候路面输入的这种斜量 它到底是在你共振区 还是在你的减震区 等等 根据这个来进行调节就可以了 这种所谓的半主动悬架 空沟 空沟在控制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 我们目前的悬架 它实际上是从路面 支撑着这个车身 它实际上激励是在从路面 通过车轮等等 最后通过悬架和两个弹簧 然后把这个车身悬起来 实际上 这种阻尼器 它既是一个减震的源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激励源 它也是一个激励源 假如所谓的空沟的思想 实际上也就是说 这个减震器应该把它变成为一个阻尼源 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激励源 实际上基本的思想 就是这样一个思想 他们的原理图 就像这个图所示的这样 所谓的这种空沟 意思就是在车身上 有一个减震器 这个减震器固定端点 是固定在空中 对吧 这个的话 然后对它起减震作用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实际的话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所谓的下边 这车轮的系绒 它的阻尼 实际类似于也是固定在空中的 对吧 然后它起减震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我们的模型 实际也就是说 在这个减震器这边 变成一个可调的 通过阻尼的可调 然后模拟 这种空沟 这种阻尼的实现 实际上对于旋直以下结构 一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地沟 当然像空沟的 控制半主种悬架 从控制方式来讲 又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当然就是所谓的开关式的 对吧 所谓的开关式的 也就是说 在某种条件下符合要求的时候 我就有阻尼 就是有阻尼 我这处于 这种阻减震器 处于昂的状态 对吧 而在另一种状态下 不符合要求的时候 比如我处于减震器 对吧 减震器的时候 我干脆就把阻尼切换为零 对吧 这时候减震器就没有阻尼了 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 这种开关式的 可控的这种悬架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所谓连续可调的 半主动悬架 连续可调的半主动悬架 这种悬架的话 实际也就是说 当处于阻尼 需要有阻尼的时候 需要有阻尼的时候 它会根据你的运动状态不同 它改变你的阻尼 改变你的阻尼 你比如正好就在供震 那个点上 显然阻尼就是最大的 对吧 阻尼就是最大的 而没有在供震点上 尽管是在供震区 那么它根据你 离供震点的远近 然后来调节一下阻尼 当然像这种连续可调的半主动悬架 在减震区的时候 那么它也是一样 把阻尼设置为零的 当然完全为零 可能也很难做到 但是就是阻尼变得非常的小 那么半主动悬架 它调节阻尼 实际上的话 基本原理 就像这个图所说的这样 通过刚才这个图的 就是我们前面 已经展示了这样一个图 也就是阻尼 对于你的车身的加速度 然后对于动载荷 或者说对于动脑度 它的影响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共振区 对于车身来讲 显然阻尼大了 那么显然是好的 对于动脑度来说 也是一样 阻尼越大 显然也是越好 对于动载荷也是一样 都是阻尼越大越好 所以也就是说 在你的这种共振区 就增大你的阻尼 然后在减震区 就减少你的阻尼 这样的话 就会使得整个平身性 就照顾到整个区域里边 都会变得很好 下面介绍一下主动悬架 主动悬架 写实际也就是说 在车轮和车身之间 它的力和车轮 车身之间的相对运动 它基本上是独立的 我只是根据我的运动状态 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控制 那么所谓的另一种 就是全主动悬架 就是说作动器 带宽 一般来讲 都要覆盖到从0到15赫兹 对吧 就是调节的范围 相对来讲比较宽 能有效的跟踪 这种力的控制信号 为了减少能量消耗 一般作动器 它经常还和一个 承受车身净载和的弹簧 来并脸来作用 因为总要提供一个基础刚度 也就是说 我最小的刚度 然后在这基础上 我的控制力 我可以增加你的刚度 来调节 使得你的这种频率也发生变化 实际上主动悬架的实质 也就是说 一个就是刚度 是可以调节的 通过刚度 来改变你的频率 对吧 来改变你车身的固有频率 另一个阻尼是可调的 对吧 就像刚才半主动悬架那样 然后在供阵区增加阻尼 在减阵区取消阻尼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加一个主动的控制力 主动控制力 之前刚才也稍稍谈过 就是说在你侧倾的时候 对吧 为了防止你侧翻 对吧 这个我们前面也学过 这损态侧翻 实际上的话 它会使得你的安全的预值 大幅度的降低 这时候 假如我能够在你损态 就是侧倾角 会变得很大的时候 或者侧倾角超调的时候 它主动在外侧把力顶一下 对吧 把它顶起来 这样的话 就使你的侧倾角 不是变得很大 因此使得你的侧翻预值 不要下降的太多 提高你的抗侧翻的能力 这个所谓的主动悬架 这个调节固有频率的原理 就像这样 我们一般来讲 都是在共振的时候 对吧 共振的时候 那就会取得一下峰值 那么主动悬架调节频率 实际也就是根据你路面输的 这种道路谱的这种振动的斜量 对吧 它使得你的频率 也能够发生变化 比如我这个时候 我的路面输入的主要是低频的成分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把你的共振频率往高频移动 对吧 使得它和你的主要斜振的频率稍稍错开 对吧 稍稍错开 而你主要是在高频震动的时候 如果路面输入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我的频率相对来讲下降 就是固有频率 然后下降 这样子的话 导致就是把你的频率跟它错开 像典型的路面 一般来讲 就可以有一些是错板路 有一些就是水泥的接风路 对吧 我们一般的路上 假如要是水泥的接风路 差不多就是6米 一个接风 对吧 6米一个接风 6米一个接风意味着什么 当我的车速 对吧 跑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然后跟你的共振频率相当 那么当然就会引起共振 打个比方 我原来车子的共振频率 车身共振频率是一个赫兹 一个赫兹的时候 对于6米的这样一个接风路来讲 那么它所对应的车速是什么 也就是每秒6米 对吧 每秒6米 实际是相当于 我真好的话 就跟我1赫兹 这频率相对应了 是吧 假如要是这样 我呢 这时候行驶车速 比如我就是 差不多每秒6米 相当于这个速度 差不多20公里左右 对吧 20公里左右 那么我这个车子 假如就是以这样的速度 在走的时候 那么我这时候 假如把刚度调节成两个赫兹 对吧 调节成两个赫兹 这个时候呢 那就跟共振频率错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也就起到了 减震的这种作用了 是吧 所以主动悬架 比起半主动悬架 就增加了一个频率 是可以调整的 对吧 是可以调节的 另一个的话呢 依靠主动力的作用 使得你呢 抗侧翻的能力呢 又进一步的提高了 好 有关主动半主动悬架的知识 就介绍到这里 是可以调节目悬架的知识 是可以调节目悬架的知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